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目前各大卫视跨年演唱会阵容基本确定 差的只是最后的官宣图上线 目前阵容都是逐步曝光 先曝光部分实力和顶流歌手帮助观众去抉择收视 最后播出前一周完整公布 江苏卫视目前确认会参加跨年演唱会的歌手有八位 其中一位顶流 四位终生代歌手 三位新生代歌手 一位顶流 蔡徐坤 蔡徐坤不仅在江苏卫视的阵容中 也在东方卫视的阵容中 而东方每年基本都是录播 所以蔡徐坤在跨年夜的直播应该是在江苏卫视 以往的江苏卫视邀请的阵容中 偏流量歌手不多 基本都是情怀歌手坐镇 有过F4同台 SH1同台 还请过张学友 周杰伦 林俊杰 蔡依林 孙燕自偏实力情怀歌手多一些的这类阵容 像是年轻观众喜欢的王一博 肖战 蔡徐坤等顶流很少出现在江苏卫视的跨年演唱会上 这一次江苏卫视请来蔡徐坤 应该也是希望能够收览年轻的观众群体 达到收视群年龄阶段范围最广泛的一个期盼 四位终生代歌手 肖敬腾 薛之谦 邓紫棋 张杰 肖敬腾在我们的歌本季获得了冠军 又懒获了一批观众员 在节目中表演的五家坡也受到观众好评 肖敬腾的音乐氛围也很适合跨年演唱会的氛围 是一个舞台感很好的一位歌手 薛之谦 已经上过多次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 每年出场的时间都是黄金段 看得出来江苏卫视代薛之谦还是非常好的 薛之谦也凭借自身的才华这几年在乐坛混得风生水起 有大量的音乐作品同时还不断在音综合综艺节目刷热度 让自己一直保持在观众视野中 邓紫棋 连续多年会同时现身两家卫视跨年演唱会的歌手 以至邓紫棋除了参加江苏跨年演唱会 还会参加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 如果这两家录制时间不分开 那要看邓紫棋当天出场时间要怎么排开 张杰 实力歌手之一 出道多年经典音乐代表错很多 以往在湖南卫视跨年会多一些 今年参与了江苏卫视跨年晚会 三位新生代歌手 周深 丹依纯 毛不易 三位歌手都是近几年内地歌手人气非常高的几位 周深同邓紫棋一样 连续三年是各大卫视的跨年演唱会的争强对象 2023年跨年 大概率会出现在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两档跨年演唱会中 毛不易和丹依纯在参加声声不息后 人气再次提升 毛不易也会出现在江苏卫视和东方卫视两档跨年演唱会中 江苏卫视这次请来周深 毛不易 丹依纯也是在演唱会这个唱的方向做足了功夫 其他卫视都主打顶流 江苏卫视都会偏向实力歌手路线 2023年跨年演唱会已经曝光了三个卫视基本确认的阵容 你们最喜欢哪个卫视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